三生有幸遇上 通过遇上你找到更好的自己 开机第一天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 李宽和锦鱼就在那里坐着 有了第一次的谈话 讲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煽情 但是我们不能矫情 而且不要过度去煽情 我们要做一个冷静的讲述者 真诚的去变得冠军 自然会感动 你别自己感动的 人家没反应 第一半算算 我能做分点 三家鸡 冲上来开打 前线上 我许宋导演 会给你提供很多想法 他的想法很活络 根据不同的情况 所以就是洗手一些不同的调整 我更多希望 我这部戏里的所谓的 打斗和暴山救援 更希望它们是一个惊喜 虽然我们动用了非常非常强大的技术 我们有非常好的航拍 可以同时装六台机器的追击车 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上的投入 我认为我还是在拍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它们之间从零到有 到相濡隐漠的故事 那么在这样的讲述里 这种元素的出现 它岂不是一种惊喜吗 就如同我刚才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题材 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也看到它也给我惊喜 这种反差 不管是在职业属性的反差 也好 或者是在这种 你所谓的成熟度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他们磨合的过程中 我觉得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火花出现 也是挺吸引大家的 我最后给这个片子定义的 在精神层面的四个字 希望和相信 所以最终决定来拍这个片子 三车有幸运上你